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是唯一继承苏联大部分遗产的国家,叶利钦已期在苏联的墙眼风投,当然不让成为俄罗斯首任总统,但叶利钦在俄罗斯执政时,并没有把俄罗斯带向强大,反而使俄罗斯经济崩溃,差点再次解体。 所以,后人认为叶利钦没有什么能力,是一个能力很差的总统,不过有人说,叶利钦一生做对了两件事,一个是让苏联解体,一个是选对了接班人普京,其实,叶利钦还做对了一件事。 只不过,此事无人提及,现在从俄乌冲突中就能感觉到这件事叶利钦做对了,此事是叶利钦与美国、英国、乌克兰的一起做的,这件事就是四国签署布达佩斯协议。 第一,什么是布达佩斯协议?当今,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最多依然是美国与俄罗斯。 同样,苏联时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,但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核武库,但另外一个国家也保留一定数量的核武器,此国就是乌克兰。 乌克兰的核武库,也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,据资料记载乌克兰,当属拥有上千枚核导弹,还有几十架能发射核导弹的图,160战略轰炸机。 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苏联时是重点发展的两个加盟国。 所以,苏联在乌克兰设有很多重工业,还有很多军工厂,特别是苏联舰船制造大都在乌克兰完成。 同时,苏联也在乌克兰设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,主要针对欧洲。 但苏联解体后,乌克兰的核武库自然就成为乌克兰的财产。 但此时问题来了,乌克兰保留这么多核武器,让西方国家胆战心寒。 因此,世界上永和国家又凭空增添了一个,而且直面欧洲。 西方能不害怕吗? 别说欧洲害怕,就连俄罗斯也害怕。 以前同属苏联时,作为一个国家还好说,现在分家过日子了。 如果两国再有矛盾,互相拿住核武器较量,后果十分恐怖。 俄罗斯担心,万一乌克兰靠向西方,这些核武库就成了西方国家所拥有。 其实,俄罗斯心知不明,乌克兰在苏联时有过灾难,乌克兰对俄罗斯始终抱有戒心。 不过乌克兰并没有这样想,乌克兰想融入西方。 乌克兰在苏联过够了,他们向往西方美好生活。 乌克兰的想法正中西方下怀。 既然要融入欧洲,那就把核武器交出来销毁吧。 乌克兰也很痛快,答应销毁核武器,俄罗斯也很高兴。 总算解除一不一个威胁。 1994年2月5日,离情人节还有9天, 美国、英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四国在匈牙利首都不达佩斯开会, 共同商讨乌克兰销和问题。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,英国首相梅杰,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订了不达佩斯协议。 该协议规定,乌克兰承诺放弃核武器。 美、英、俄三国是其担保国,并确保乌克兰独立完整, 不干涉乌克兰内政。 而且,乌克兰遭受核武打击。 三国必定保护乌克兰。 不达佩斯协议可以说是乌克兰字简羽毛, 表现出乌克兰最大的诚意。 从此,欧洲与俄罗斯的一块心病落下来了。 第二,不达佩斯协议执行情况如何? 不达佩斯协议签订后, 乌克兰即刻驻守销毁国内的核武器。 除了销毁上千枚核导弹以外, 还把能携带核导弹的图, 一百六十轰炸机也销毁了。 乌克兰动作很迅速, 也很彻底。 而美英两国除了表达对乌克兰的欣赏外, 就是在欧盟为乌克兰吹喇叭, 乌克兰天真认为, 真诚地对待西方, 而且销毁了核武器。 西方就能接受。 要知道, 乌克兰加入欧盟, 不仅有条件, 还要看俄罗斯脸色形势。 乌克兰另一个大国俄罗斯表现怎么样呢? 俄罗斯在签署这下协议上, 一直对乌克兰不错, 除了能源供应外, 两国关系一直平稳发展, 但乌克兰详列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, 再加上刮来了颜色革命, 使俄乌两国矛盾不断。 特别是2014年, 乌克兰把亲俄的总统亚鲁克维奇赶跑后, 引起乌克兰一连串动荡, 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, 乌克兰东部也要独立。 目前, 乌俄冲突还没有解除。 2014年, 因为克里米亚公投回到俄罗斯, 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, 就指责俄罗斯违反不打佩斯协议, 甚至邀请俄罗斯开会。 但俄罗斯根本没有理睬美国。 美英两国也只是口头上声援一下乌克兰, 也只能在一边当旁观者。 国际上国家之间的签订的协议, 说不上是一张废纸, 但与废纸没有两样。 协议不是正式条约, 充其量就是一个外交档案, 并不具有强制性, 但乌克兰却执行这项协议很彻底, 因为有美俄等大国监督, 不执行就不会有外援。 乌克兰也很无奈, 乌克兰冲突获益最大的, 是俄罗斯, 把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。 如果乌克兰还继续保留核武库的话, 俄罗斯也不敢轻举妄动, 所以, 这件事也应该归功于叶利新。 第三, 乌克兰销和后悔吗? 目前来看, 布达佩斯协议签订后, 特别是乌克兰销毁和武器后, 有些乌克兰人后悔了。 比如, 乌克兰前总理寂寞深刻, 近日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就曾指出, 要想推动乌克兰和平程序, 明斯克协定不适合了, 应该像布达佩斯协议那样, 让签订国来保证, 显然是指俄罗斯, 但赞同布达佩斯协议的也大有人在。 比如, 乌克兰前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, 在2016年10月16日, 表达了对协议赞同。 他认为, 乌克兰如果不放弃核武器, 就想拿住手榴弹的猴子, 这个比喻很形象。 克拉夫丘克认为, 乌克兰没必要成为一个核大国, 因为成为雍和大国成本很高, 但乌克兰却不具备核武器控制, 测试和再生产的体系, 必然像拿住手榴弹的猴子。 克拉夫丘克说, 核武器都有使用粘线, 而维护核武器的核心技术在俄罗斯, 如果维护体系跟不上。 对于一个雍和大国来说很危险, 乌克兰可不想再来一次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还要严重的事件。 所以, 克拉夫丘克不后悔乌克兰放弃核武器, 俗话说忍者贱忍, 智者贱智, 对于克拉夫丘克的说法, 有人也持怀疑态度, 认为乌克兰军工企业发达, 在加强核武器研究上也能突破, 但是过境迁, 乌克兰销毁了核武器, 要想再拥有, 比登天还难,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, 图片来源网络, 版权归原作者